民意基金会的调查似乎支撑着赖清德的论述 这个马英九是走向过去 蔡英文是走向世界 我要请教一下介大师 在蔡英文执政的这么多年当中 有签了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吗 有进到了一个什么成功的一个国际组织里面吗 甚至我们看到他这次连过境美国都这么憋屈 所谓的蔡英文走向世界 赖清德要跟随 我们到底走向了什么世界 就是连段七个绑交国 就是说被世界七个国家 被我们拒绝我们的身份 那这个就是他的走向世界 那请问蔡英文除了这个去美国过境之外 他能够去哪个国家访问 没有国家可以去得了 那还有就是说他讲第二句话很恐怖 他说台湾人没有资格反战 对 是不是 意思说台湾人没有资格反战 他以前说台湾人不能够移美 现在台湾人也不能够反战 那就是说都要跟你一样出来什么 主战吗 那意思说不能反战就是要打仗 所以难怪他没有和平方案 对啊 所以赖清德是鼓吹战争吗 对 他是说你不能反战的话 那只能战争 你不是鼓吹战争吗 那你要鼓吹战争 请你先把你的美国孙子 美国儿子叫回来吗 你再来鼓吹战争吗 我们现在要我们要希望你能够避战 我们希望你能够谋合 今天今天蔡英文他们民进党的讲答 那个这个 吕秀莲讲的话 他说他非常担忧台湾的前途 他说要避战 不要备战 你备战你更重要要避战 还要怎么样要谋合 他讲的跟马英九一样 这是才能够替台湾带来台湾人带来安全和平 所以赖清德论述中 已经完全放弃了避战这个选项 赖清德说今天都不能够反战 我们今天在那边反战 连反战都不行 我们不能够反战 台湾人没有资格反战 这个是一种什么 这是一种极端好战主义者的口吻 他连反战的人声音都不行 他已经不准以美了 是无知之下 叫喊出一个不准以美口号 现在说台湾人也没有资格反战 那我们这些人是不能当台湾人 你有资格剥夺我们台湾人的这个权利吗 你有什么资格 你主战你就把你的美国孙子 美国儿子通通叫回来 你再主战 要不然就请他闭嘴 我跟你讲就送他一个口号 很简单 票投赖清德 台湾变战场 不要什么民进党 民进党里面有吕秀莲反战 只有你赖清德一个人主战 什么叫回报台湾人对中国的贡献 没有错 那你就不要跟大陆做生意 你叫台商通通回台湾 你看台商会不会跟你 跟号召你主战的 号战的赖清德 都回台湾 跟你一起来准备打仗 台商通通回来 那那一千 生意也不要做了 一年一千五百亿美金 不需要 我们台湾不要这个钱 都跟你赖清德一样去喝西北风 大家都不要过了 他们有喝西北风 他每天还是喝洋酒 基层民众喝西北风 他说马英九走回过去 不对 马英九在的时候 台海是和平之海 我们要的是和平之海 不要你蔡英文 把台海变成什么 兵凶战围之海 然后你还再出现一个赖清德 比蔡英文更过分 不能够反战 台湾人没有资格反战 那就跟你一起去主战 这个是贩卖战争 我觉得是一个 偏激好战的一个 偏激好战分子 你没有资格叫人家 不能没有资格反战 我有资格反战 我有百分之百的资格反战 你没有资格叫人说 没有别人 没有资格反战 反对跟怀疑 其实只是一个态度 你的主张而已 还没有付诸行动 但连这样都不行 不能怀疑美国 不能以美 不能反战 台湾如果被逼到战争 如果说是不得已的话 没有办法 我们只好是迎战 但是之前当然要避 但现在连反都不行 只是一个态度的主张都不行 只是一个连数反战都不行 连数反战你要不要签 如果我也要签 我当然不赞成战争 但是这样不可以 展现态度都不可以 这非常惊讶 这是民主进步党的 总统候选人 所提出来的论述 另一头就是刚刚我说的 黄曙光 我不知道介大使 你怎么看 真的吗 大陆航母怎么办 好像之前我们讨论 大家都觉得没办法 他只要往台湾东部 这样一放 有没有 又阻碍 然后我们台湾的 战力保存计划 好像也破功了 外援也进不来 但是他说很简单 破解中共航母 放在东台湾的部分 就专门打尾随航母的补给舰 把他打掉不就截了 打乱中共航母的作战节奏 限制他的战术 为什么 因为补给舰加油的时候 速度比较慢一点 中共辽宁舰西太平洋 演训半个月 要进行四次的海上加油 所以既然速度比较慢 我这时候把它打掉就好了 打掉之后航母就动不了了 是这样吗 这么简单 中国大陆查干湖 这个大型的补给舰 四万八千顿的 目前有两艘 打掉一艘还有一艘 另外还有比较轻型的 补给舰还有好几艘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战争不是旷日费斯的打 这个不是乌克兰战争 也不是这种二次大战这种 什么诺曼地登陆 或者是敦克尔克大撤退 不是这种方式 这种战争时间不会太长 也就是说他今天航母 今天一定是放在今天 这次的军演的那个位置 他叫什么 他叫外风 外主内风 让你里面的出不去 外面的进不来 靠他那个32架歼15 那这次是没有带 所谓的这个护卫舰 护卫舰如果南昌号 这种055大驱两艘的话 他就有他就有什么 他就有所谓的金钟罩 你就打不到 他的拦截系统 如果真正开战的话 这个补给舰会这样两光的过来 就是让你打吗 问题你打不到他 因为航空母舰也是一样 他也是没有 他本身上没有防复的这种设备 就补给一下 他靠他旁边的这些 这些护卫舰 055 054 052 这些上面都是 都是飞弹驱逐舰 它上面都是64管 116管的这种垂直发射系统 他是在随时你来 他有拦截的能力 所以基本上你要打得了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 他航空母放在那边 除非已经开战了 那你就开火 那问题就是说看谁快了 这就比谁出刀出剑快 那你如果说他平常放在那边 没有战时的话 你能出手打吗 你出手打就是开始什么呀 你要引战嘛 对可是开战以后 他这个整个第一波攻击的话 是很快的 很快的 那你说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打掉他一艘 这个航母的补给舰 那这个对战局有影响吗 他的500枚或者说5000枚火箭 火箭炮这种飞过来的话 那你是不是还有第二级的能力 第三级的能力 那这个就是没有错 黄曙光看到是看一个战 一个一艘军舰 那我看的是整个战役 这个战役如果在两个钟头 中间结束 对方已经飞来上万颗的 火箭炮跟飞弹 然后你去打他的补给舰 他这个整个的32架殲-15 就出来就开始攻击你的海军 你的海军还有多少存货能力 对这就是看大家 实际上武器的精良程度 而且说实话 这个黄曙光的讲法 我也不太 我也觉得蛮优点 你干嘛 你能打掉补给舰 你为什么不打航空母舰呢 我不知道他 说得也是 我不知道他逻辑是什么 你竟然都能 把人家补给舰 打掉直接去炸人家航母 不就接了 对啊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他是什么 我今天下午听 寒冰讲这个 我也笑出来 他说这么容易 刚刚就把习近平抓起来 对啊 我也不懂 他这个是什么 直接抓习近平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对不对 对啊 我搞不清楚 他的逻辑 人一 那个绿色党政衣领 脑袋就坏了 他怎么会发现 什么绿色兹 按照 这些碳 是这样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